近日TVB艺人李慧怡在香港亚兰中心为首届篮球明星珍藏展担任了开幕嘉宾 当天李慧怡身穿了性感活泼的篮球装束 就出了招牌长腿还与现场表演篮球花式的小篮球员们切磋球技 更与观众们大玩游戏 接受采访时李慧怡表示自己读书的时候也非常喜欢打篮球 还试过暗恋篮球队的学长 经常放学后都坐在篮球场的边上看对方打篮球 提到老公李慧怡一脸甜蜜 而被问到有没有计划生小孩时李慧怡则表示目前暂不考虑 可是我自己觉得要是他曾经说过要升一个篮球队 我说不要开玩笑啊那是辛苦我耶 然后他说那你自己说要升多少个就升多少个 我说我现在不升 因为先去我们应该会先去旅游啊 还有就是去框框啊这样子 因为生小孩子毕竟是一个比较大责任的一个计划 所以也要我想是过两年吧 据悉这次珍藏展展出了本地收藏家借出的30多件 价值过百万港元的篮球展品 不过身高1米76被戏称长脚系的李慧怡则表示 他最想收藏的是与林书豪姚明的合照 因为他想尝试一下当小女人的滋味 现在是女书豪 现在会对因为以前姚明也是非常非常喜欢收藏 我觉得最想收藏的就是我站在他们旁边拍的照片 因为我每一次出去出席一些活动啊 或是出外啊就是朋友见到我就会说 哇你真的是很高耶 我觉得我站在姚明旁边我就会变回一个小女孩 所以我觉得我会收藏她的照片 据悉亚兰周期目前已经全面对外开放 以全新的面貌登场 众多篮球明星的画像会陆续呈现 为喜欢篮球的观众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生活感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